6月初出了一份報告 這份報告是美國國務院出的 就是現在大家可以看到的美國全球宗教自由報告 其實大家知道這只是政治文章 他用這份報告批評我們中國在新疆實施種族滅絕 並沒有發生過 而且引述宗教領袖擔心國安法導致自我審查 以及中方可能針對參與2019年反修例運動的宗教團體 不是說法律面前要人人平等的 宗教團體大了 最過癮的是他引述的宗教領袖是什麽宗教領袖 我們詳細看一看這份日月神教的報告 詳細看一看他所謂的宗教領袖是什麽呢 法輪佛學會 你用邪交來當是香港的宗教領袖 其實這個本身是很好笑的 但是小弟最主要不是想和大家分享這件事 而是看看美國到底他憑什麽去出一份 全球宗教自由報告 你宗教自由有多好 大家可以見到這份真是宗教領袖做出來的 國務院就會每年放一份這樣的東西出來 最新的一份剛才跟大家說過 而美國到底是否一個宗教很自由的地方 真是 當然不是 他經常都是這樣說 但這些都是口頭上說的 美國大家都很明白 說著天下無敵 但是叫他做一些好事 對不起 他可能不知道好事是怎麽做的 我們真的未見過他做過好事 尤其是近代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奧巴馬也是其中一個 一把口頭說得好 但是什麽都做不到的人 他當時說要撐回伊斯蘭教 就說這是美國 然後說美國從來對於這個 復生復命說去捍衛宗教自由 是完全無法動搖的 他說任何宗教的人都在美國都會受到歡迎 以及不會受到政府的個別對待 其實這份這樣的雜誌 他引述這番說話 目的不是為了幫他省招牌 而是反而想說出真真實實的美國到底是怎樣 其實由歐洲人最初踏入美國的時候 其實美國這塊土地已經一直利用宗教 來作為一個打擊異己的武器 當然充滿了很多歧視壓抑 甚至是用來屠殺一些異己者 包括一些異端 甚至是不相信任何宗教的人 都是被屠殺之列的 大家有興趣去找來看看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直至現在 我們看到Pure Research Center 他本身在美國做很多問卷研究 有很多美國人仍然是看到 美國對於宗教歧視方面是非常嚴重 尤其是哪個宗教 他們經常都說我們對新疆人不好 對新疆維吾爾族不好 對維吾爾族的回教徒很壞 種族滅絕 那是不是他們對回教徒很好 原來不是 我們看到大部分美國人 他們做了研究之後 都發現原來他們覺得 現在回教徒是飽受歧視的 竟然相信的程度有超過八成 這件事情他們身處美國 他們應該看得很清楚 原來不單止回教徒 猶太人都被歧視 從2016年到2019年 回教徒被歧視的情況 應該是很平穩 但是猶太人竟然高了百分之二十 甚至一些新興的基督教派 也是受歧視 有百分之八的增長 其實美國到底是一個什麼國家 我們從這裏應該都可以看得到 不要對他有任何幻想 至於他為什麼還可以出份這樣的報告 原因很簡單 就是臉皮厚 臉皮厚就出得了 不一定要代表他做得很好的 然後我們又看看 其實回教徒在美國真的很慘 因為宗教歧視的身份危機 其實一直都是美國的回教徒 努力但是揮之不去的偏見 他們不是代表他們對國家不忠誠 或者他們對社會不好 其實他們都是一般普通人 只不過是因為宗教的原因 就被人歧視了 其實這裏就有說到 原來直至今時今日為止 九一一二十週年 即2021年的時候 就竟然發覺 美國仍然有百分之五十三的人 對伊斯蘭教徒是持負面看法的 正面的只有百分之四十二 而且我們看到不單止是 只是百分比 甚至有些人親身遭遇過 例如在這裏 他一直說一位女孩子 2021年的時候 他只不過是一個小朋友 到2021年他也是三十歲不夠 2021年他只有幾歲大 但是竟然有人開車經過 會搞低個槍 然後指著他們兩個說 他是恐怖分子 你別玩了 是小孩子 但是這件事情 就令到他們 建立了一個童年的陰影 所以他後來都要為 美國的回教徒爭取權益 其實我們又看到 這也是同樣報告 百分之五十三的人 美國人其實對回教徒的感覺是不好的 這是美國正正的現象 不要相信他的口號 他的口號說什麼 宗教自由 平等 人權 其實在美國全部都沒有 其實最近剛剛看到這一兩天 其實有兩則新聞出來 亦都可以做一個註腳 不單止是宗教 他們的膚色 種族的歧視 到底嚴重到什麼地步 甚至開國際會議都一樣 例如我們看到剛剛 剛剛開完的七國峰會 在整張照片中 我們看不到一個黃種人 等等 G7不是有日本嗎 是 本身應該有日本 日本人也有參與 但是為什麼這張照片 我們看不到一個黃種人 因為日本人被BJ遮住 你看到每一個白人 他的樣子都很清清楚楚 在一張照片上面 但是唯一是日本人被遮住了 是沒有人管的 那麼他到底覺得黃種人 日本人 是否可以跟他平起平楚呢 其實他根本是白人 就是把有色人 當是次等民族 所以現在我們還看到 在亞洲裡面有兩個國家 就是兩個國家 直接在做搖尾狗 一個是日本 一個是南韓 和小弟覺得很匪夷所思 竟然有人自封為次等民族 其實在二十一世紀 我們根本就應該 民族與民族之間 是平等合作 這樣才是對人類最好的發展 但是當然 這些霸權主義國家 他們不會學識的 另外一個就是 見到 美國著名的老妖婆 佩洛西 佩洛西就是被人發現了 如果他竟然在他慶祝一個墨西哥出生的議員 就位的時候 竟然就是用手肘推開他的女兒 其實又真的可以看到 他們普遍這幫所謂白人的領導人 精英分子 其實他們是怎樣看其他種族的人 其實這次小禮剛才也說過 二十一世紀 我們很應該各個民族是互相平等 平等共融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這才是二十一世紀的最好的目標 因為這也是人類唯一可以看得到的未來 但是我們看到白人的霸權主義國家 其實一直都是在恍惡他們的優越性 到底這件事在新世紀還活不活呢? 小弟真是看不到他們有任何前景 好小弟這次就分享到這裡為止 非常感謝大家的收看和支持 如果大家還未訂閱遇到這個頻道 請馬上訂閱 還有記得按一下小鈴鐺 大家就不會錯過小弟的分享和分析了 如果大家喜歡這次的影片 請大家幫忙點讚留言和分享出去 我們下一次下一個話題再經過 我們下次下一個話題再經過 中文字幕志愿者 八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